而另外在九寨沟地震发生的时候 九寨沟县千古清景区内正在上演 2008年512地震时的场景 当时天花板掉下的尘土 现场观众佟女士的耳朵就被砸伤了 我们来听一听亲历者佟女士 她是怎么说的 小心 因为那个一晚九寨沟 我们有一段那个千古体验 那个那个网绘嘛 有一个节目就是 回到那个2018年 那个512的一个寄生的一个演出 当时演的演的就真的就发生了 当时我们还以为是 叫我们最后那个舞台效果 你知道吧 正在摔了一下 然后后面的那个 天花板上面就只掉灰尘 叫土 然后我的耳朵都被砸伤了 我当时还在想 我说最后舞台效果也不是那么好吧 后来是因为那个 还好是有惊无险 还好是有惊无险 我们下来看 谢谢大家